史莱克七怪这边,宁荣荣手中绚丽的光芒已经闪亮,右手掌心之中已经多了一座齿鱼高的七彩宝塔,宝光闪烁,贵气逼人。 宁荣荣面带微笑,整个人看上去飘然若鲜,辅助系魂师魂咒从他口中清碎响起。 七宝有名,一约利,七宝有名,二约肃。 盘旋在宁荣荣身上的两个魂环同时盘旋上升,笼罩在七宝琉璃塔上,十四道采光同时释放而出,分别施加在自己和六名同伴身上。 轻盈与温热,两种感觉同时传遍史莱克七怪全身,力量与敏捷,瞬间得到了百分之三十的加成。 七宝琉璃塔这个五魂实在是被太多人熟知了。 眼看对方竟然有一名七宝琉璃塔魂师,狂战队的队员们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先不说七宝琉璃塔所能给队友附加的效果,冠绝辅助系魂师, 但是七宝琉璃宗出身的身份就已经足以令他们产生顾忌。 煞!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黄西此时已经顾不得考虑太多,心中虽然懊悔之前对戴木白的挑衅, 但此时此刻也只有先完成眼前这一战再说。 盘算着这次胜了,也绝不能像以前那样将对手伤残。 七宝琉璃宗可不是他们得罪得起的。 黄西的五魂正是犀牛,在释放出自己的五魂后,不仅是身体膨胀一圈, 皮肤上更是多了一层宛如铠甲一般的厚实脚趾层, 变化最大的是头部,一根半尺多长的独角闪烁着棕黄色的光芒, 伴随着他自己的大喝声,身上的十年魂环白光上涌, 整个人带着一网无钱的气势,朝着戴木白的方向就冲了过来。 黄西身边的两名魂师也属于强公系,都是兽魂师, 拥有着同样的五魂,头伸双脚,皮肤上多了一层白毛,赫然是养五魂, 配合着黄西,同时发起了冲锋。 作为一个团队,配合是极为重要的, 狂战队这边辅助系魂师给他们增加的是5%的防御力和10%的攻击力, 和七宝琉璃塔的增幅相比,相差实在太远, 否则,七宝琉璃塔又怎么会被称为第一辅助五魂呢? 在狂西三人背后,两名闽公系魂师也飞快地动了起来, 他们的五魂是猴,身体覆盖着黄色的毛发, 速度奇快无比地从两侧绕过正面的戴木白三人目标, 直指后方的宁容容。 与此同时,那拥有顶级魂环的妖艳少女也动了起来, 她也是一名兽魂师,能够占据队伍中央的位置除了实力之外, 就是她的魂师修炼方向。 与唐三一样,她也是一名控制系魂师, 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这妖艳女子的瘦五魂竟然是蜘蛛。 在五魂附体的一瞬间,唐三就注意到了她。 妖艳少女身上的五魂释放时, 全身都覆盖上了一层粉红色的光芒, 波浪状的长发横起八缕发丝, 形成蜘蛛的八腿形态横于头部两侧, 额头上多了一个珠网的标志, 双眼也变成了一片粉红色。 随着身上第一魂环的亮起, 此时双手同时抬起, 一道道蛛丝从掌心处射出, 它射的方向是空中, 蛛丝在空中开始了飞快的编织。 看到对方的控制系魂师是蜘蛛, 连戴木白都不禁笑了起来, 人面魔珠在蜘蛛类魂兽中还有一个称号, 那就是蜘蛛王。 他连想都不用想, 已经知道对方的武魂正好被己方所克制。 唐三冷冷地注视着场中的局面, 大喝一声, 胖子, 空中, 凤凰火线, 放! 马红骏早就准备好了, 紫红色的火焰喷吐而出, 直奔空中珠网而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 唐三也已经动了起来, 数十根蓝蚊草从他脚下飞快延伸出去, 并不是向前, 而是向两侧缠绕技能双发, 直接挡向那两名拥有猴子武魂的闽弓系年轻魂狮。 控制系可闽弓系, 这是任何魂狮都知道的。 眼看着蓝蚊草蜂拥而至, 两名速度奇怪的猴子魂狮顿时停滞了一下, 唐三的手也抬了起来, 看也不看两旁的情况, 掌心中一团绿光已经被他用甩手剑的方法扔了出去, 目标正是冲在最前面的狂熙。 狂熙自然看到了唐三释放出的绿光, 他也明白对方这个人是空着系魂狮, 想也不想的直接发动了自己的第二魂环, 伴随着庞大身体的前冲, 双拳同时挥出, 一团耀眼的黑光从拳头上亮起, 两团光芒在空中骤然碰撞, 变成一道巨大的黑色光波直奔唐三发出的黄绿色光芒充许。 不得不说, 狂熙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 他发出的这道黑色光波目标不只是唐三发动的绿光, 一旦将绿光击溃, 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戴木白。 可是他真的能够阻挡那绿色光芒吗? 狂熙终究还是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唐三在释放绿光的时候身上亮起的是第三魂环, 也就是那紫色的千年魂环。 绿光并没有被灰光击溃, 也没有阻挡黑光的前行, 在那黑色光芒的冲击下荡了起来。 而就在这时, 一根兰茵草从刁钻的角度悄然前探, 正好抵触在绿光后面, 轻轻一带, 原本被黑光带的厚飘的绿光直接飞向空中, 在当头而下。 狂熙, 小心。 妖艳女子脸色一变, 赶忙大声提醒, 此时, 她那在空中尚未编织好的珠网在马洪骏的邪火面前, 已经被完全化去, 根本没有起到半分作用。 有了宁荣荣气爆琉璃塔的增幅, 双方原本差距不小的魂力被大幅度拉近。 马洪骏这作为炮台一般的攻击, 将自身邪火的威能发挥到了极致。 黄熙当然知道自己要小心, 但速度并不是她所擅长的。 双拳轰出的黑光, 此时已经撞上了戴木白发动的第二魂环剂, 白虎烈光波。 黑白两色的碰撞, 顿时引起了一声剧烈的轰鸣。 这一次, 狂熙没占到半点便宜, 与戴木白同时身体一顿, 晃动了一下。 绿光终于展现出她真正的面目, 瞬间张开着大王从天而降, 把狂熙高大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 猪网骤然收紧, 将狂熙的身体紧紧缠绕在一起。 听见着猪网束缚对兰茵草增强一倍的韧性, 狂熙想要从这张大王中挣脱出来, 几乎成为了不可能的事。 一阵烟雾随着猪网照相的同时出现, 猪网附带的腐蚀、麻痹两种剧毒同时发动, 开始侵蚀黄熙身上的脚趾层。 小三儿,好样的! 戴木白眼看黄熙被唐三成功控制, 顿时精神大震, 脚下一跺, 整个人如同箭矢一般射了出去, 目标正是左侧的阳魂师。 面对对方的冲撞, 他根本懒得闪避, 正所谓阳入虎口, 武魂的天性相克, 戴木白身上的气息, 对对方已经产生出不小的影响。 小五身形一闪, 迎上了另外一名阳魂师, 而朱竹青则全力加速, 从侧面包抄而过, 不管那名控制系魂师, 目标直指最后面的如一盘辅助魂师。 整场战斗此时已经完全展开, 在第一次的碰撞中, 显然是狂战队一方吃了大亏, 最主要的战斗力狂兮被唐三的珠网束缚缠绕, 令他们正面的局面顿时变得不利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狂战队展现出了他们七连胜的实力, 在任何一支魂师队伍中, 不论人数如何, 控制系魂师都是队伍的灵魂。 妖艳少女眼看狂战被困, 并没有露出狂躁之意, 反而飞速上前, 朝着狂战扑去, 同时大喝道, 双猴腿, 保护如意盘, 双羊顶住。 两个猴魂师在之前被唐三的兰茵草阻挠之后, 已经飞速后撤到己方一旁, 此时听到妖艳少女的命名, 毫不犹豫地朝着朱竹青扑去。 黄西在剧烈的挣扎中, 此时已经滚倒在地, 她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挣脱唐三的猪网束缚, 但那猪网中不断传来的腐蚀性剧毒, 正在飞快地侵蚀着她身上的角质层。 她的防御力固然很强,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能够免疫剧毒, 最外面的角质层已经被腐蚀, 而她的挣扎越剧烈, 猪网也就勒得越紧, 此时已经逐渐深陷。 妖艳少女看到唐三顺发的猪网时, 就已经大吃一惊, 虽然唐三的猪网是以蓝阴草组成的, 但她很清楚, 对方的第三魂魂一定来自于蜘蛛类的魂兽, 而拥有蜘蛛武魂的她面对这样的对手, 一点把握也没有。 此时她的目的很简单, 先化解了狂吸身上的猪网再说。 你的对手是我。 唐三冷淡却坚定的声音在妖艳少女耳边响起, 蓝阴草蜂拥而至, 直奔她的身体缠绕而来, 她绝不会给狂吸恢复战斗力的机会。 戴木白面对那名洋魂师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尽管对方的魂力并不弱于她, 但武魂上的优势实在太大。 在她狂暴的胡爪攻击面前, 对方只能节节败退, 但双方都没有使用自己的第三魂魂, 那是最后的手段, 不到万不得已, 谁都不会轻易动用。 与戴木白的轻松不同, 小五却遇到了一些麻烦, 她的对手同样是一名洋魂师, 除了冲撞技能之外, 这洋魂师的第二魂技竟然是少见的践踏。 尽管践踏的范围只有很小的一圈, 但每当小五即将近身的时候, 他就发动一次自己的践踏技能, 根本不给小五近身的机会。 同时, 小五被他的践踏技能震晕之后, 还要面对对手的冲撞, 几次都险些受伤, 一时间也不敢过于劲逼, 他的瞬移技能竟然被一个第二魂魂技践踏克制了。 尽管对方的这个技能只能限制他一秒的时间, 可就是这一秒, 却让小五打为无奈。 更何况, 对方的魂力又高于他, 一时之间也只能相互纠缠住, 谁拿对手都没办法。 朱竹青的速度奇快无比, 在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辅助下, 几乎只是一次闪身, 就已经来到了对方那名如意盘魂师面前。 这时候, 那两名猴魂师和他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 第一魂技, 幽冥突刺发动。 在自己的魂技帮助下, 朱竹青的速度再增, 指尖力爪已经弹出, 目标直指对方魂师的脖子。 只要成功控制住对手, 令其辅助魂力消失,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蓝银草疯狂涌动, 缠绕向妖艳少女。 面对唐三的攻击, 妖艳少女丝毫不敢大意, 作为双方的灵魂人物, 他们终于碰撞在了一起。 妖艳少女身上的第二魂环亮了起来, 双手同时抬起, 这一次不再是从双手中喷吐蛛丝, 而是全身上下都有蛛丝喷出。 蛛丝虽然比蓝银草细, 但胜在数量, 在它面前形成了一道屏障, 硬生生地挡住了蓝银草发动的技能。 蛛丝与蓝银草接触在一起, 不断发出扑扑之声, 那是毒素的交锋, 拥有蜘蛛武魂妖艳少女的魂迹中, 怎能不包含剧毒呢? 妖艳少女的蛛丝似乎与唐三的蓝银草 走的是同样的发展方向, 蛛丝兼刃, 蓝银草本身也是以兼刃为主, 双方在空中僵持, 谁也奈何不了对方, 只能凭借毒素相互攻击。 在这方面, 拥有了人面魔珠剧毒的蓝银草, 明显占据了上风, 附带的腐蚀性毒素不断侵蚀面前的蛛丝。 妖艳少女虽然心中吃惊, 但她此时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只要能够趁此机会帮助狂蜥解放出来, 那么这场战斗的盛事还在她们一方。 正在这时, 扑的一声, 一股粗如手臂的火焰从蓝银草的缝隙处穿过, 直接轰击在妖艳少女勾织出的珠网上, 粉红色的火焰不但将珠网直接冲开了一个缺口, 同时还依附其上快速地向旁边蔓延, 正是马洪郡的支援到了。 唐三心中暗赞一声, 手腕一抖, 又是一团绿光送出, 正好从对方珠网的破洞中, 钻了过去, 直奔的妖艳少女而去, 只要能够再将对方这名控制戏魂尸控制住, 这场斗魂就将失去悬念。 妖艳少女如果不是闪得快, 也要被马洪郡的凤凰火线所伤, 凤凰火线在马洪郡已经开启浴火凤凰的情况下, 攻击力极强, 温度更是奇高无比。 最可怕的是, 他这凤凰火线喷吐并不是直线攻击, 在马洪郡的控制下, 就像一条火焰长边几次挥舞就能破出他的珠网。 眼看着唐三的攻击已经到来, 妖艳少女再也顾不上去解救地上的狂吸, 身体一个倒翻闪躲唐三发出的珠网束缚。 珠网束缚在空中张开, 直径五米的覆盖范围又岂是那么容易闪开呢? 就在这时, 妖艳少女身上的第三魂环终于亮了起来, 在她头部两侧, 横起的八缕发丝瞬间蔓延, 在粉红色的光芒笼罩之下, 化为八条长达两米的鞭子, 同时挥舞之下, 竟然将唐三的珠网束缚抽击地停顿了一下。 最为奇特的是, 她挥出的这粉红色长边居然没有被珠网上的粘性所沾, 身体一个翻滚已经逃离出了珠网的覆盖范围。 砰! 如一盘魂尸, 面对闽宫系的珠竹青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就像控制器刻闽宫系一样, 闽宫系也专刻辅助系, 珠竹青一掌切在对方脖子上, 如一盘魂尸连哼都没哼出一声, 就倒地晕了过去。 但是, 在珠竹青临身前的一刻, 她自知无法幸免, 也释放出了自己的第三魂迹, 那如一盘上释放出一层奇特的银色波动, 紧接着珠竹青命中她身体的同时, 那荧光已经成功化为六股, 同时注入到狂战队, 另外六名队员身上。 而此时, 也正是那名妖艳少女, 从唐三珠网束缚中逃离的瞬间, 荧光入体, 狂战队的六人身体同时颤动一下, 下一刻, 她们的眼睛竟然同时变红, 身体也足足膨胀了一圈, 就连地面上的狂兮也在珠网束缚中凭借妖力, 从地面上跳了起来。 戴木白本来已经全面占据上风, 但她的对手在荧光注入之后, 竟然突然变得狂躁起来, 不但魂力大增, 同时双眼通红, 硬生生地将戴木白逼退, 并且疯狂地冲了上来。 小五的情况比戴木白还要糟糕, 那荧光注入不止令她面对的杨昏师魂力大增, 整个人变得疯狂起来, 同时那践踏技能覆盖的范围也变得大了许多, 伴随着强劲的震荡, 小五身体顿时僵直, 眼看着对方冲撞却无法闪躲。 关键时刻, 团队配合就显示了出来, 一根兰茵草悄然缠绕在小五腰间, 将她的身体强行厚扯, 让开了对方的攻击。 两名猴魂师速度骤增, 竟然赶上了朱竹青的速度, 朝她逼去。 而唐三面前的妖艳少女, 头上挥动的八缕粉红色长发, 瞬间延长, 分出四股, 勾上了站直身体狂吸身上的朱网, 拼命地扯动, 加上狂吸本身的权力发动, 那缠绕在她身上的朱网束缚, 竟然被一点点地抽离。 虽然在狂吸身上留下大片网状伤痕, 但只要她能够脱离朱网的范围, 那么有她加入对方阵营, 场面立刻就会改变。 另外四股则快速延伸直奔唐三身上抽来。 此时的唐三体内一片空虚, 接连释放了两次朱网束缚, 已经消耗了她三分之二的魂力, 面对对方狂热状态下的攻击, 蓝银草已经不足以抵挡, 无奈之下, 只得脚踏鬼影迷踪, 飞速后退, 幸好有胖子的凤凰火线掩护, 才将对方的攻击挡了回去。 在狂战队的七人中, 除了倒地昏迷的如意盘魂石以外, 大多数都已经陷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 似乎只有那蜘蛛女魂石还保持着清醒。 凤凰邪火虽然是她的克星, 但她却用自己面前的狂吸身体当成盾牌, 马洪骏的凤凰火线烧上去, 虽然会令狂吸怒吼连连, 还不足以对她构成足够的危害。 而唐三的朱网束缚同样被邪火索克, 在狂吸与蜘蛛女魂石的拼命拉扯下, 朱网束缚终于被解除了。 原本占优的局面, 就在对方如意盘魂石一个魂迹下完全改变, 千年魂魂之际果然非同凡响, 史莱克奇怪不知道的是, 对方之所以叫做狂战队, 和他们此时的情况有很大关系。 那名如意盘魂石的第三魂魂技能得自一头狂热摩西, 一旦使用, 这个千年魂魂之际能够令本方在三分钟之内保持狂热状态。 狂热状态加持之后将失去痛苦的感觉, 如果精神力不够强, 也同样失去神智, 换来的是所有属性瞬间增加15%的变态能力, 而已经加持过的辅助系魂迹也将被凝固一分钟。 也就是说, 就算那如意盘魂石此时已经昏迷过去, 他之前施加在狂战队队员身上的辅助效果, 依旧会持续一分钟的时间, 与狂热本身的增幅附加在一起,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才能瞬间扭转局面。 当然, 狂热技能如此霸道, 自然也有他的缺陷, 缺陷很直接, 狂热技能持续时间只有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 被附加过狂热技能者将在一个时辰内无法使用和凝聚魂力, 也就是说, 如果他们在狂热的情况下没能击溃对手, 死的就是自己。 这是一个拼命用的魂迹, 但它的作用也绝对不俗, 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关键时刻就体现出了唐三作为控制系魂师, 团队灵魂的重要作用。 他放弃了向正面的主动攻击, 蓝银草飞快探出, 紧随小五之后轻松拉回猪猪青, 同时被带回的还有刚才被对手逼退的戴木白, 短时间内令本方击人快速聚集到一处。 控制系魂师在战斗中不只是要控制对手, 同时也要控制本方队员, 唐三此时所做的一切深谙其中三位。 出乎意料的是, 狂战队战斗力爆发的六人并没有攻击, 随着那妖艳女子一声尖笑, 全部聚集在她身边, 勤了下来。